這個電影這叫我心我行 裡面一群舞蹈家在海邊跳舞 那在夕陽的余暉下 波光淋淋 我就覺得很感動 OK 大家好 這裡是方世青 線上會客室第十次的直播 那趙網立 我們要分享一下 方醫師的一些小畫畫 那我今天要分享這四張小畫 那這是我看宜蘭的舞蹈家許芳儀 他在一個紀錄片 這個裡面的一小段 這個電影這叫我心我行 裡面一群舞蹈家在海邊跳舞 那在夕陽的余暉下 波光淋淋 那我就覺得很感動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感動 回來就把它畫起來 那我回去之後呢 用那個毛筆 事實上是現代版的毛筆 不用去沾墨水的毛筆 然後就直接畫了這一張簡單的 那每個人其實看起來像一隻小螞蟻一樣 那我今天那每個人的姿勢 就不一樣 然後 但是彼此之間又是呼應在一起的 不是各跳各的就對了 那種海邊啊 有一點燈光啊 有一點那個余光啊 那每個人都很開心這樣子 這是我回去的初稿 這是我第一張畫 那再看下一張 那後來我就弄了一個彩色版的 那這六個人呢 手牽手 圍成一個圓圈 那我選的顏色好像是很亮的一個東西 我也不曉得我在花在什麼地方 那這五個人 這六個人呢 也是圓圈 每個人知識不一 但是又是圍在一起 那我下了一個標題 就說 那就跳舞吧 我最青睞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要表達一個喜悅的感情 就用跳舞來表現這樣子 不管你怎麼跳 七個人手牽手在一起 來下一張 那這是另外一個版本 這六個人 大家也是圍著一起跳 那有人說這個 跟馬蒂斯的 一個野獸派畫家 馬蒂斯的舞蹈 是類似的 那我 我是有這樣參考 那你看 我們的喜悅 我們有舞蹈表現 是動態的 每個人的知識都不一樣 但是不是各跳各的 六個人七個人又可以圍在一起 然後一起跳 因為我們人 我們人類是群體的動物 我們可以獨自高興 我們要群體高興 人家說獨熱熱不如眾熱熱這樣子 就像朋友們 一些男生一起喝酒 亂喝一通 然後一群人一起跳舞 跳在一起 那這舞的讓我感動就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表現 他自己的動作 但是六個人又要互相呼應 甚至是要手牽手一起跳的 所以這個舞蹈 馬蒂斯這個舞蹈 所帶來的力量是這樣 那他用的對比設計比較多 所以我從一個台灣的舞蹈家 許芳儀的電影紀錄片 那有感而發 那回去就把他畫起來 那這四張 就同一個情感之下 那每個人都像小螞蟻一樣 可是五個人 六個人 七個人在一起 就比較壯觀一點 那在顏色上 也有他可取之處 所以畫畫可以記錄你的心情 你隨時有任何感動的時候 你就用畫 把它畫下來 那不是很重視說一定要怎麼畫 因為每個人的頭的動作 腳的動作 手的動作 你想怎麼畫就怎麼畫 所以馬蒂斯才被人家叫做野獸派 因為他就是在畫畫裡面 是投注於感情的 他最有名的一張畫就是 那個女生 一個貴婦 那她的鼻子上面有一條綠線 我們常說戴綠帽 戴綠帽 你有沒有看過一張畫 把那個鼻子上面畫一條綠線的 而且是淑女 貴族的淑女 那這張畫就被厭惡 當時大家都畫得美美的 只有像馬蒂斯改這種畫 就被大家厭惡 所以那時候的報紙就寫說 他的畫像野獸一樣 後來這個人開啟現代畫畫的來源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類似馬蒂斯舞蹈的畫